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成功地 成功过得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及故事 张作林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陆林出身没有任何背景 靠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后来的辉煌 无论是生在世间为人 还是死后近百年 人们对张作林的兴趣没有丝毫的减少 因为他的一生实在是太过于传奇 1928年6月4日 张作林乘坐专列 由北京返回凤厅 当专列使到黄姑屯附近的京凤 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 被日本关东军预先买好的炸弹炸毁 这位势大风云的萧雄身受重伤 并且在当天伤重身亡 张作林的死亡震惊了世界 因为伴随着他的死亡 人们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他在奉献的军队酒水接管 他手中的权力归水所有 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进程 很明显 日本人很希望张作林就这样被炸死 而他身边的亲人自然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 但是张作林没有闯过这一关 让人意外的是 张作林死后 大帅府却依然灯火辉煌 而他最疼爱的一太太 五夫人张寿义竟然浓装淡抹 妆容精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点悲伤的表情 难道大帅府的人对张作林就如此的绝情吗 竟然可以不顾他的生死 甚至连一点悲伤都不肯表现 真相当然不是这样 张作林对于大帅府的人来说就是天 天塌了怎么会有人不伤心 他们之所以这样表现 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命令 这个人就是张作林的五夫人张寿义 张寿义一直跟随张作林出席各种场合 他很明白张作林的死 日本人脱不了干系 他更明白日本人想要的是中国的大天土地 于是他命令大帅府一切照常 对于张作林的死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而他自己则装容精致 面带笑容地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探望者 不管这些人是假意还是真心 就这样 张寿义通过自己的果断 稳住了当时的形势 一直到张学良回到奉天 才向世人告知张作林的死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者